兩儀語了 太極語剛剛講完了 現在我們看兩儀語 那剛剛講太極語基本上沒有語法 或者說它的語法很鬆散 包含了所有的語言 但是精神就是 你要自己盡可能寫得簡單 讓老外看懂 老外也盡可能寫得簡單 讓你看懂就好 可是這種沒有語法的東西 我們至少要給它一個架構 這樣子的話才有遵循的準則 所以兩儀語就開始給它一個架構 所以我們在創造完太極語之後 就開始寫兩儀語 太極語剛剛已經講完了 就是要讓機器翻譯很容易 所以採用古漢語的模式 只要意義傳達到的語法不重要 那為了讓太極語一寫一懂 我們就得利用電腦的超強記憶力 電腦的記憶力絕對比人強 對不對 人腦有超強的腦捕力 對 那把記憶力跟腦捕力兩個結合在一起 再透過翻譯程式 翻譯程式就利用那個記憶力 發揮電腦的記憶力 然後再用ID 為什麼要用ID呢 因為ID在你寫的時候 電腦就可以給你提示說 這一句的這個字的英文是什麼 那如果你稍微會一點英文 你就可以選 就算你不會的話 那你就最多不選而已 你如果最後看到他出來只有一個 那就肯定是他 不然的話也沒別的可以選 搞不好他是錯的 那最後你如果發現 你稍微會一點英文 你發現他是錯的 你還可以在後面再加上一個符號說 他等於什麼 那這樣電腦又可以把那個新字在記錄 就可以不斷的擴充你的詞庫 因和對照詞庫 OK 那所以這個ID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現在正在寫翻譯系統和ID 那所以太極語的寫作者不需要被單字 因為你用你的母語就可以了 那電腦會幫你翻譯單字 那太極語的讀者也不需要被單字 因為電腦會翻給你看 但是呢 你要發揮你的超強勞鼓力 你才有辦法看得懂 那可是為了讓你看得懂 對方也要發揮他的簡化能力 不然的話他寫了一大串 你看不懂沒用啊 那寫白寫 好 所以呢 電腦負責被單字 人腦負責去理解 那寫作者盡可能寫了精簡 精簡很重要喔 那閱讀者盡可能努力理解 那這樣就夠了 太極語到底有沒有語法 就有人在網路上就問 我說 基本上是沒有 因為剛剛就是任何符號都是太極語 那問題是 問題是說沒有的話 那到底該怎麼寫 總要有個原則吧 所以我就在想 那太極語雖然沒有語法 我們就可以讓兩語語 太極生兩語喔 所以我們就創造了一個兩語語 那兩語語語法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兩語語語的語法也沒什麼語法 兩語語指的是名詞 述詞 這裡說的不是動詞喔 是述詞 為什麼呢 名詞我們都知道名詞比較容易 人是名詞 書是名詞 人、地、物通常都是名詞 人、地、物 還有一些概念 不存在的東西也是名詞 比如說 比如說思想、信仰、力量 這種東西是名詞 但是呢 數詞是什麼 數詞就是用來描述名詞 或者是描述其他數詞的那種東西 所以通常先有名詞 然後才有描述名詞的數詞 再來有描述數詞的數詞 所以太極語的語句 你就可以寫成名詞加數詞的序列 這基本上也是沒什麼語法 名詞加數詞的序列 而且數詞和名詞連接 還可以變成複合數詞或複合名詞 數詞也可以和數詞連接 也變複合數詞 那我們就可以寫一個兩一語的語法出來 s s是一個句子 一個句子就等於一個詞彙 然後s加 這個s加是中間有一些非句尾符號包含空白 在w 這w又是一個詞彙 所謂的詞彙不一定是字典查得到的才叫詞彙 任何一串中文或英文字串都算是詞彙 然後最後一定有一個結束符號 就是像句點這樣的東西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就是 詞彙用符號分隔開最後用句點結尾的東西 就叫句詞 一串詞彙最後用句點結尾 中間會用一堆符號分隔開 就這樣 其實也是沒什麼語法 接下來詞彙有兩種 一種叫n名詞 一種叫p數詞 這就是剛剛的兩語 接下來 他說了p等於w信號p 信號代表重複零次以上 零次一次兩次三次四次都可以 所以p等於w信號p的意思說 數詞短語一定要用數詞結尾 這p代表一個數詞短語 一定要用數詞結尾 這是兩語語的語法 那n等於w信號n代表 那n等於w信號n代表 名詞短語一定要用名詞結尾 這是兩語語的語法 那基本上也沒什麼語法 反正你最後一定會用數詞結尾 不然就會用名詞結尾 還有別的嗎 符號都已經放在這裡了 所以任何語句基本上也都符合兩語語的語法 所以他又沒什麼語法 但是他更明確了一點 更明確了一點 所以到最後你會看到 我們所創造的語法 幾乎都可以涵蓋大部分幾乎所有的語句 後來到八卦四項語的時候 開始就沒有辦法涵蓋所有語句 因為四項語開始規定 只能夠有一個動詞下 就不能涵蓋所有語句 因為有兩個動詞下的就不符合 這邊看幾個例子 兩語語的例子 他跑 他是名詞 應該說正確的說是代名詞 代名詞也是一種名詞 跑是一個述詞 事實上它是個動詞 但是我們這邊還沒有提到動詞 動詞要到四項語才會提到 所以他跑 名詞述詞的結構 我追他 我是一個名詞 追是一個述詞 他是個名詞 所以我追他 而且中間有個空格 所以他是NP空格N的結構 這個NP就可以形成一個單元 一個單元 就P 因為他是P結尾 P結尾的形成的單元 就是P OK 那N結尾的形成單元 就是N 因為這裡只有一個 所以他就是N了 OK 那兩一語裡面的 只要不是名詞 通通都被歸位為述詞 除了符號以外 只要不是名詞 而且不是符號 就是述詞了 這樣大概就了解兩一語的架構 所以跑跳聽說這些都是述詞 其實這些都是動詞 紅綠大小 它也是述詞 但是它不是動詞 那以英文來講 大小應該算形容詞 那這裡就有一些兩語語的語句 綠詞 花 紅 那就是 名詞加述詞的結構 草 綠 名詞加述詞的結構 下面那個馬賽克調 那 再來兩一語的句子 並不是都只有兩個字 兩個字當然很容易理解 可是兩個字很受限 花 很紅 草 也綠 這些都是兩語語的結構 它一樣是一個N加一個P 只是這個P是PP的結構 因為它是兩個數字 合起來變成一個數字的短語 只要不是名詞都是數字 也不是名詞吧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規定它是數字 這不是在中文的語言學上面去討論的 而是我們就這樣規定 只要不能歸類為名詞的 通通都叫數字 而且它不是符號 不能歸類為名詞 而且它不是符號的就是數字 這樣規定OK吧 應該很清楚 再來 還可以更長 它說 那朵花很紅 那些草也綠 那朵花 那 應該算指某個東西 指物的東西 我們可以把它歸類為名詞 OK 那朵 朵是個量詞啊 英文裡面很少量詞 有沒有 英文有朵嗎 但是英文有 對花來講它是只算數 A bunch of flowers 但是它雖然有少數的數字 但是少數的量詞跟中文的量詞 是完全沒辦法對的 那朵花很紅 很 很其實是可以算是個副詞 very啊 之類的 那 紅 紅 紅應該是形容詞 OK 但是 只要不是名詞就是P 就是數字 所以這裡是PP 沒錯 OK 那些草也綠 OK 那 那寫到這裡兩譽就生完 那 接下來 我那時候寫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還會有四項 但是 理所當然應該就有四項 對不對 後來回去想 對啊 真的應該有四項 所以我們下一篇 就會是四項 那 後來我不只四項 八卦也弄出來 後來八卦弄出來 後來我本來想說 是不是在有什麼萬化 後來我想不需要 我只要到八卦就夠了 OK 好 所以 待會 我們就來看四項 然後 接下來再看八卦